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的视频或文字讲解只是为了达到教学的目的 因此任何人基于本视频任何图片、文字、声音以及所有观点 所做出的跟股票投资相关的任何买卖决策 所产生的任何风险以及收益 与本公司和本人无关风险自担 嗨 各位股友 大家岛上好 我是后面的陈小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的首套股的时事跟踪节目 今天的节目主要是会讲到盘中的走势 手套股的走势越来越让人担心到底会不会结束他的牛市 大马的投资者朋友们尤其是散户投资者朋友 78线的人都有手套股 所以说如果说你正在投资手套股 或者身边有朋友在投资手套股 以及身边有朋友想要投资手套股 请分享这个频道给他 因为很多人既可能会买的一个高位 出现这个套牢的情况 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为手套股投资者朋友所开设 为及时更新行业的最新的走势状况 专家资金的最新动向 以及手套个股的趋势和资金状况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Healthcare这个行业的走势 先看他的周图 周线里边呢 接着到昨天收了一个十字 十字图呢看到 他的庄家比例呢 是在减少的 趋势的状况呢 也还是 趋势状况呢也还在减弱 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一下风险啊 然后在日线当中呢就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本来昨天呢 就已经没有啊 前天没有突破这个大阴珠的一半 所以说呢 今天也是 昨天也是没有受阳线啊 也没有突破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真的往下走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啊 这个是大阳线的这个一半是最后的止损位 如果说没有跌破还好 一旦跌破的话就应该走下降趋势的概率比较高 那未来会到什么地方呢 整个商量趋势的支撑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图 那这个图呢将是最后的支撑 那这个支撑也被跌破之后呢 基本上整个牛市就结束了 一个牛市的结束呢 首先是从它不创新高开始的 其次呢是跌破状的支撑位开始的 然后最后呢 conform就是跌破整个商区域图 但是我们在它不创新高以后 就应该有感觉它已经不正常了 就没有创新高了 从趋势状况来看呢 它的情况也不妙 然后看到趋势的在转弱 如果现在再跌的话 那么这边就会变青色 下边的炒价呢 在持续减少 目前呢是68.62 昨天是69.896 好了我们看一下 盘中的走势 我们先来看713 713的走势呢 今天呢出现了震荡 我们先来看周线图 那周线里边呢 我们从这个蜡烛的走势的规则来看呢 本周收音线是很正常的 本周应该收音线是对的 接着到今天啊 已经礼拜五了 基本还是一个阴线 但是这个阴线在上周阳线 阳住一半啊 这个以上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今天收音盘之后 如果说没有跌破一半 还是有希望的 从70角度来看呢 目前也还是在调整 专家比例在明显减少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日线 日线图当中呢 连续的两天的反弹 也没有能超过这个阴线的一半 说明已经弱了 那今天到目前为止呢 是一个十字 那么一旦跌破这个阳住一半啊 这个阳住一半呢 是25块5毛9的样子 跌破的话就不好玩了 然后专家资金呢 今天是69.59 昨天是69.91 基本上是有减少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缺币状况 缺币状况显示呢 依然是轻数 并且轻柱呢 有变长的这种趋向啊 所以说还是属于灰色 不过它的主线还是紫色 那么代表它依然属于 短周期的调整 一旦主线变青色的话 就代表它整体的趋势的结束 我们也可以看它的60分钟的图表 60分钟图表的趋势状况啊 包括怎样是吧 可以看到它专家呢 并没有比前面要多 所以这边要想起第三浪的话 必须要比前面的专家要多才可以 30分钟里边基本也是比较少的 15分钟的图表基本上是没有巧架的 所以说目前呢 也就是倾向于震荡红白 从分19次里边看的基本上属于震荡红白 一般早盘在上工的时候没有突破早盘的高点 它倾向于当天是震荡红白的 它就会上下上下是吧 是震荡红白的 所以我们做差价的话 也可以基于这个平台啊 你可以画一个线过来 那目前呢 是在黄线以下说明呢 是震荡啊 目前是在弱势当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706 关于706呢 就强一点啊 比较强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周线图 周线里边呢 到目前为止呢 还是远远的在上周阳珠一般以上 中加比例呢 还是在98点以上 傻户呢 是2.7 有出现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趋势 其实状况呢 继续减弱 但是没有翻清色 如果今天收完盘之后 还是红色的就比较好 接下来我们看它的日线图 日线当中呢 今天属于一个小阳线目前 前面呢 在昨天呢 我们说到了 接下来的走势呢 就像这个Cyfermax呢 很容易走入一个 阴阳相隔出现的一种横摆 阴线阳线阴线阳线 所以今天收阴线是 收阳线是正常的 是对的 但如果说收的阳线 没有超过昨天阴主一半 那基本上在收阴线盖里比较高 接着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庄家比例比昨天要高 昨天是79.65 今天是81.75 当然收盘最好能够突破 昨天阴主的一半 20.62 就会比较安全了 那这种横摆的格局 什么时候结束呢 什么时候你发现 连续两个阳线出现 就容易转上 连续两个阴线出现 就容易转下 这样我们就要注意了 不过一直是横摆的格局 那我们倾向于继续观望 从它的趋势状况来看 向安动能有所减弱 整体的趋势还是可以 只是短线的回撤 60分钟里边 庄家略有增加 但是比第一波的行情要小 所以说呢 不会出现大行情 30分钟里边的基本也是一样 15分钟图 已经出现了青色的卖出点 就是在12点半这个出来的 前边是在20块2毛2 2毛3 28号的9点45分出来的买点 然后呢 20块6毛5出现的卖点 赚的不多 我们再来看到的分析 其实早盘这个位置 它有突破到这个早盘的高点 是吧 但是说现在又回到这个之下了 比如说带回踩这个白线 回踩这个黄线没有跌破的话 那么下午还会上工 跌破的话就下去 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 是否跌破黄线 那我们再来看753 先看它的周线图 周线图里边呢 专家还是减少的 散户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目前也勉强收在 上周阳主一半以上 因为上周阳主没有过这个阴主一半 所以说呢 还是倾向去看空的 从大家的7月状况来看呢 也还是调整的 并且本周的阴主比上周要长 说明了下降动能再增加 那日线图当中呢 就比较强势 比起这个刚才的 Cypermax包括TopGlove是吧 因为它装加的在增仓啊 其实这一天的时候是69.62 这一天是69.64 69.625 69.624 这是减了一点点 今天是70.60啊 是增加的啊 这是比较好 并且它还保持在这个阴主一半以上 是吧 那么这个下跌呢 也没有跌破这个大阳主的一半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强势的一个 从大家去的状况来看呢 你可以看到下降动能是明显减弱的 是吧 这个柱是明显缩短的 所以说比起其他的手套股 它是算是比较强的一致 60分钟里边不一样 你看它跟刚才的就不一样 是吧 它已经突破主线 并且散户继续消失 继续减少 状况又出现 是吧 然后外置继续增加 30分钟图里边有 有那个散户有消失 对吧 然后15分钟图表里边呢 就已经是个上升趋势 但是因为没有吵架 所以也不会出现大幅上升 然后从它的分时走势里边看的话 基本上属于震荡性的 比较大的这个阶段 然后早盘的高点呢 始终是没有扩到 所以这个早盘高点 就是一个今天的阻力位 一旦破掉的话 就容易上攻 没有破掉 那就容易震荡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5168 5168的周线图里边 始终都不是很好 因为它连续的4周 庄家不断减仓 仿佛在这周又出现增加了 然后上边的轻注呢 有家常的这种迹象 说明下远都能再增加 我们来看日线 日线图里边呢 目前呢 是比较弱的 你可以看到 庄家在不断减少的 并且近三天的反弹 也没有超过 映注一半以上 所以说就不太乐观 但是还是在这个 大阳注一半以上 所以说暂时 短线是安全的 那未来呢 我们看它是否能够 突破这个平台 那我们也要 需要给大家讲的是 什么时候这个手套 股才可能会出现 一波新的上涨呢 就是在它散户消失的时候 你可以看 前边的一波调整的时候 散户消失以后 就容易弃行情了 知道吗 包括这个位置 对不对 我们来看它的趋势 趋势的状况 是下跌的 下降的动能 也是有在减弱 但是主线已经翻清色了 这个就是不太好的一种现象 然后60分钟图里边 刚刚金叉 暂时没有吵架 30分钟里边呢 散户消失 但是没有吵架 15分钟图里边 已经上了趋势 但是都是油资 所以说也不会出现大涨 也不会出现大跌 目前是相对的比较空白的 或者叫力量均衡的时代 这种情况容易持续 那目前吵架比例呢 是57.76 就在日线图 然后我们再看分时 分时其实它这儿横摆了很久 是吧 这种情况如果说有主线稠的话 那下午容易上工知道吗 要上工的话就比较强势的一种拉升 当然在上工之前 如果有主线稠就更好了 好了 我们讲完了四大天王 我们来讲一些小型的手套 小型手套第一支呢是Comfort 它的纠线图里边 庄家还是有明显的减仓的 所幸它还在阳住一半以上 散户是有大量增加 然后趋势状况呢 是下降动能增强 然后我们再来看日线 日线里边呢 昨天收音线 今天继续收音线 所以不太好 但是它还在这个大阳住一半以上 就是风险它是可控的 跌破这个位置 它容易下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日线当中 你可以看到联系两天 庄家是减仓的 完了之后 你看到这个线也是变青色了 不过它的下降动能有减弱 已经到主线范围了 一旦跌破主线就不好玩了 其实关于这个股票 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已经不再是上升趋势了 所以我们再去操作它的时候 就应该要注意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上升趋势了 这是我们要接受的事实 它已经是一个下降趋势了 最终这个位置反弹也没有过 好不容易走C浪下跌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60分钟图 我们来看一下分钟图 分钟图里边就还是下降趋势 庄家也没有增加 然后30分钟里边 庄家也还是减仓的 15分钟里边 这一波下跌的就 目前大多数都是散户跟外资 在庄家没有出现之前 就不会出现大涨 然后在分室里边 早盘有冲高回落 是吧 震荡 然后这个在进进中午的时候 有尝试突破早盘高点 但是很快又回来了 这种事无效 目前又回到黄线以下 所以今天它的走势多数就是这样 震荡上震荡下 是吧 震荡的一天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DriberX 它的周线 震荡里边目前来看呢 就比较强势 远远的高于 上周阳洲一半以上 目前来看 庄家还是减仓的 但是撒胡没有增加 其实状况也还好 只是上昂动能减弱了 然后日线里边 这两天也在调整 是吧 但是调整的幅度呢 目前还是可控的 在这个阳洲一半以上 那这个也是在阳洲一半以上 只是它没有突破这个平台 并没有突破平台 从专家角度来看呢 这周 呃 这一天呢 今天呢 是有增仓的 昨天是86 今天是88 然后趋势状况呢 是比较强啊 你看到它今天有翻红啊 这有翻红的 但是它不代表 它不代表 说今天就翻红了啊 因为它没有收盘 如果收完盘的话 发现它还是翻红的 那这个就是 手掏胡里边的 最强的一支 然后未来上的时候 就可能会 快速启动的情况啊 从日线大桌看的 趋势图啊 这个60分钟图看 也是强的是吧 它已经过了 过了这个主线 并且已经近差 专家有增仓的迹象 然后从30分钟图 里边来看呢 就稍微差一点 啊 在横摆 15分钟图标里边来看 它是震荡 震荡啊 然后我们可以用 游拢看啊 游拢看的话 专家比例就比较多了 然后这是关于7803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分时 分时走势里边 其实早盘有有有冲高突破 这个早盘的高点 但是没有站住 后边下去了 目前又回到了黄线以下 但是有大量的主席抽 那下午的容易拉升 我再看一个0163 昨天小型的手套股跌的比较多 那今天呢 大多数手套股也跌了 这个就不太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 收盘价低于上周 仰值一半 所以是看空的 专家是减仓的 散户是增加的 这种情况呢 就不太乐观 并且商量动能呢 是非常让入 在日线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两天都是下跌 昨天是下跌 今天又下跌 并且已经跌破了 昨天啊 这个这个阳路一半以下 在这个位置也是有跌破 是吧 这个就不太乐观了 这两天 专家都是持续减少的 昨天是87.01 今天是86.81 都是下跌的 然后我们看它的趋势状况 其实状况还是回撤 下跌动能有所减弱 但是因为还没有出红柱 所以说呢 依然属于短线的回撤范围 它分射图就比较差了 因为你看它导盘都往下了 是吧 这稍微突破一点点 后面又回来了 是吧 这是比较差的一个 我们来看79.01就更差了 是吧 更弱 是不是 那日线图里边呢 可以看到 它的基本上 已经 差不多到 这个大阳主的一半的附近了 我一旦跌穿的话 就下去了 其实状况 线也变清澈了 所以这也不太乐观 虽然说这个倒蜡烛变短 但是线变清澈了 也不太好 60分钟里边 中央减仓的 30分钟里边 中央也是减仓的 15分钟里边 那么中央也是减仓的 也不太好 从分射走势里边看也不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0182 我们简单看就可以了 大概类似的 大概类似的 然后0182在周线里边 也不太好 就还是在上周 阳主一半以下 中央是减仓 散户大量中央的 这种情况 然后趋势是继续减弱 然后日线里边 你看到 目前都不是特别顺利 首先今天的这个收盘价 收在了这个阳主一半以下 那这边呢 它的收盘价也收在 这个大阳主一半以下 也是不乐观的 然后其实状况呢 显示它还是回车 回车的速度 回车的速率有点降低 但庄家是减仓的 是吧 昨天是70.95 今天是70.63 基本上减了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下它的60分钟 60分钟里边 庄家是大幅的减少 散户大量增加 30分钟呢 就基本上更弱了 是吧 然后15分钟 基本上就更弱了 那分值里边是非常非常弱的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零巴巴 我们先来看它的周线图 周线图里边 接着到今天目前为止呢 是个阴线 而且是下跌超过了上周阳主的一半 是吧 专家减少散户增仓 这个就不太好 上方多能的继续减弱 在日线图当中的两天也是调整的 所以说呢 依然要看 是吧 是否跌破 这个第一天阳主一半 没有跌破还好 跌破的话怎么样 容易下去了 然后再来看它的分钟图 分钟图里边 趋势图是向下的 而专家是减少的 60分钟的是减仓的 是反弹 30分钟 基本也是减仓的 反弹已经结束了 15分钟 基本上已经设下趋势 对吧 这是基本上 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如果说你想要去分析 你其他行业的股票 想要诊断的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 到下边的一方式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请帮忙点赞 转发给你的股友 尤其是有投资手套的 这些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购买 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不打我们 下面的购买热线 因为三天以后呢 将要面临着起价 起来马币的情况 为了不花 多花一万钱 那么尽早联系我们 那么拜六礼拜 还有礼拜一呢 可以来线下了解 如果想了解的话 也可以不打我们 下面的预约热线 好了 今天我们的手套股的 早盘解析一下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